他不在意他对他的 毫不客气 却不能接受他的客套和冷淡 面色也难得有些薄怒 我们之间一定要这样吗 金子汉转头望向他的眼睛 秋水般的眼眸中 划过很多种情绪 有犹豫 有黯然 有彷徨 还有一丝委屈 和一丝隐秘的期待 南西沉 所以你是在以什么身份担心我 南西沉紧了紧他 抓着他的手 看着他冷着一张脸 悄生生的站在他面前 本来涌上心 头的那丝冲动突然不见了 他的心里又蒙上一丝犹豫和愁躲 金子汉看他这个样子 心中万般的翻涌 却都终于回复了平静 他低下头 轻轻的拿 看蓝西沉抓在自己手腕上的手 蓝西沉 我要的你不肯给 你肯给的 我又不想将就 还是算了吧 兄长 为何 蓝忘机走上前 和蓝西沉并肩而立 看向金子汉离去的方向 蓝西沉默然 面色滑过一丝挣扎和痛苦 忘机 如果当年父亲没有带母亲回云深步 之处 母亲的人生会不会更快乐一些 兄长 蓝忘机一惊 不敢置心地看向蓝西沉 他是那么自意精彩的一个人 蓝西沉突然笑了 却莫名看上去有一丝凄凉 三千条家规 忘机 你可曾有过一些时候 命运自己没有出生在蓝氏 如果没有出生在蓝氏 是不是想见母亲的时候 便可以哭闹耍赖 不用害怕别人知道 不用每月隐秘的期待 更不用在雪地里跪求 不是蓝氏的人 便不用遵守那几千条家规 不用在云深不知处的水泻园林里 变得沉寂 然后了无声去 郁郁而终 蓝忘机梅雨沉沉 摇了摇头 半上 他才低声道 兄长 我想带一人回云深不知处 顿了顿 又到 带回去 藏起来 他不愿 我便死缠烂打到他愿意为止 蓝氏沉亚然 刚才的自怨自艺 被蓝忘机的惊人之语打散 看着一脸坚定的弟弟 好 像第一次认识他一般 如果他不开心呢 那我便让他做能让他开心的事 替他受该受的罚 蓝氏沉一正 看着蓝忘机 突然意识到 他这个弟弟 已经长大了 金姑娘 将刚刚那一幕看在眼里的 除了蓝忘机 还有聂怀桑 他跟着金子汉走出 一段距离之后 才叫住了他 不知现在是否方便 怀桑有一事相伤 金子汉眨了眨眼 面对李树周前的聂怀桑 汉手道 跟我来吧 二人进到一处凉亭 聂二公子 请坐 金姑娘和大哥要换我怀桑吧 聂怀桑如此道 却也并未期待金子汉改口 我今 日所求之事 设计我聂是隐秘 金子汉虽然不解 即使隐秘 为何要告知于他 但还是礼貌地点了点头 表明自己会受 口如瓶 金姑娘 我们聂家与其他仙门世家不同 因为厉家先祖是一位屠夫 别家都是修仙 剑 而我们家 修的是刀道 此事众所周知 绝非秘密 千和聂是连家文都是面目争鸣 四拳四肢的兽头文 聂怀桑接着道 因为修炼之道与别家不同 厉家先祖又是屠夫出身 难免血光 厉 气和杀气都极重 几乎每一位家主都是走火入魔 暴体横死 而他们性情暴躁 也与此 有很大的关系 金子汉文言恍然 他只听说聂怀桑不惜修炼 现在想来也是不希望 自己修为家身 也同仙祖一样走火入魔 但我几次观察 金姑娘的琴音似乎能缓解大哥的暴力 大哥跟金姑娘一处始 似乎情绪也都十分平静 聂怀桑一边说一遍 观察金子汉的神色 见他毫无所教 也并无反感 才继续说下去 所以我便猜测 琼华的修炼之法 也许与我念士的功法有益 金子汉想起了那个 雷律风行 威严有度 爱憎分明的赤丰尊 以及他对他几次三番的维护 如若他最终落的走火入魔 暴血身亡的下场 那他怕是也无法眼睁睁的袖手旁 观 因此 我想请金姑娘 去不尽是游玩一段日子 如我念士有幸 便可一举解决家主走 或入魔的隐患 如果没有办法 那也是我念士一门的宿命 念怀桑若有所指 正好金姑 娘也可暂离金灵台 逼逼风头 金子汉叹了口气 他本来告诫自己 要忍一时之气 却在刚刚金光扇将矛头对准魏武 现的时候爆发了出来 如若继续待在金灵台 怕也是会按了金光扇的眼 好 花宴结束 我随你一道回不进世 那便多谢金姑娘了 念怀桑露出了一个纯净的笑容 恭声一礼 念怀桑 念明觉一进大厅 就见念怀桑面前一字 排着十几把展开的苗金折扇 正一把一把爱布 是手的抚摸 念念有词的对比 没把扇子上的提字 当即额头青筋抱起 道 你的刀呢 念怀桑念如道 在 在房里 不对 在叫场 不对 我 想想 念明觉一刀剁了他的心都有了 随身带十几把扇子 贴身配刀在哪都不知道 念怀桑忙道 我这就去找 念明觉道 不用了 找来你也练不出什么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烧了 念怀桑大惊失色 慌忙把扇子往怀里扒 边扒边道 不要啊 大哥 这些都是人家送货的 他这副模样实在有趣 在一旁看了很久的金子汉 扑吱一声笑了出来 念明觉这才发 县厅内还有其他人 见识他 有些尴尬的收回了 正准备拍桌子的手 你怎么在这儿 阿瑶叫人送信说给怀桑寻来了些好东西 便好奇过来看看 金子汉微笑道 给念怀桑室眼色让他快点带着东西走人 转移话题道 你除岁可还顺利 这点小把戏 念明觉要是还看不出来 就枉为念是宗主 不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 嗯 看着念怀桑在自己眼皮底下飞速溜走 对着金子汉叹道 你们少纵容他这些乱气吧 糟的喜好 金子汉明嘴一笑 喜好风雅怎么了 难道一定要像你一样 喜欢杀人吗 他话说得很不客气 可念明觉不知怎么 看见他的笑颜 就生不起半丝火气 只得扭 过头不再理他 在听钟主位上坐下